嗨大家好,我是人間貓 歡迎來到人間貓場地學院 哇,好像很久沒有更新了 因為從過年前到過年後 到這段時間都非常的忙碌 我一直在更新我線上教練課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在練習場地上面 有任何卡關的地方 或是有些疑問一直找不到答案 歡迎加入我的線上教練課程 你可以免費的註冊我網站的會員 還可以看到今天所講的主題的完整課程內容 好,那就直接來講今天的主題 就是為什麼相對音感這麼重要 我們在講到音感的時候 常常就會想到絕對音感 可是其實相對音感是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因為有音樂的地方就有所謂的和聲 你不可能單獨只是你的這個旋律存在 你都會需要跟其他人的合奏 或者是你自己錄音的自己的合奏 這也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你有去練相對音感的時候呢 你會對於音樂和諧的敏銳度會提升 因為你就更清楚這個音跟音之間的距離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那你也比較不會執著於在單一的音有沒有準 而是去看音樂的整體的和諧度 那再來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都太依賴樂譜了 那反而我們沒有去練習我們的耳朵 所以當我們今天想要把一段我們頭腦裡面的旋律 給演奏出來的時候呢 就遇到很大的困難 或者是說呢 我們會希望呢 可以去聽出一段目前手邊沒有譜的旋律 當你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去特別練習相對音感的話 你也會在這個步驟裡面去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好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練這個東西呢 首先呢你可以去找一段旋律喔 不用太長 4到8小時就好了 那都是沒有譜的旋律喔 然後你要試著把它踩出來 千萬不要作弊 你一定要就是實際上去聽 然後去把那個音給聽出來 然後都不要寫在譜上做這一部分練習喔 因為我們是要去訓練我們的耳朵 所以盡可能的把它吹得越像圓曲越好 你就是完全的依靠你的聽力去做練習 好那我現在呢要來示範的是 鬼滅之刃殘響閃歌裡面的其中一段 好接著呢 如果你可以很順利的把這個旋律給踩出來之後呢 我們要進入到下個步驟了 那下一個步驟一樣喔 還是不能寫下來 你就是完全是靠著你的耳朵去練習 好你要把這段旋律呢 去移植到其他的另外的11個音上面 因為我們情節上總共有12個不一樣的音嘛 那這個旋律它就佔了其中的一個音 所以我們要用其他的11個音 作為這個旋律的開頭的音 去把這段旋律平移過去 好舉例來說呢 我現在如果用一個降拉的音來做舉例的話 它就會長這樣 然後這裡有幾個方法去幫助你練習喔 就是你可以用半音上行 然後就是小二度上行 或是小二度下行的方式去把所有的這些音掃過一次 也就是說第一句是降咪 接下來是咪還原發升發收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用五度圈的方式來練習 也就是第一個音降咪 第二個音是降拉 接下來降瑞升發 息咪拉瑞收這樣子 最後會回到降咪 好我現在先稍微用五度圈呢 簡單的示範一下 就是剛好 距離 後 後 然後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把所有的無度確認所有的音全部都練過一次 那完整的內容都在我的網站上 歡迎你們去免費註冊我網站的會員 你註冊會員成功之後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這個課程內容 好啦 那就到時候在那裡見囉 拜拜